我开始巡回世界演唱会的时候 我有大半年都没有回过家 甚至是医院的人跟我讲说 你爸来看病了 我说 怎么了 因为我打电话回来 我爸说 没事 没事 来 你去忙一点 忙 没事 我们很好的 其实有些时候你反而 他为了让你放心 你就不知道他们的状况 你回来他们应该都很开心吧 我觉得其实我爸常常跟我说 你不用回来 不用回来 他说 他就知道我在忙 以前我回来他觉得我很累 就是因为我交通花掉很多时间 现在有高铁的时候 轻松很多 我好像有看到一个新闻 是两年前 你在湖北武汉开演唱会的时候 有带爸爸回去 那是他第一次回去吗 还是 已经回去过好几次了 97年我回去的时候 我爸说 我们先回武汉 探个心吧 我就回去 就感觉很陌生 又很熟悉 然后 去祭坟的时候 他看到我爸的坟 因为以前打仗的时候 我爸的表弟说 我爸正好 就是他们当时被拉去当兵 混战的时候 然后两边炸的变哩啪啪 躲啊躲啊躲啊 他们才十几岁 害怕 最后 两边在交火 我爸说 我们是哪边啊 我爸说 应该是这边吧 他表弟说 应该是这边吧 然后我没信心 分头走 我爸就跟着国民党部队 一路打到越南 然后后来在越南被俘虏了之后 最后被国民党部队接回到台湾 表弟就去了共产党部队 回去之后 问说 我爸怎么了 他跟我奶奶说 我爸正好 奶奶哭啊 把他修了个粉 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 我说 爸 你要不要跟我再回老家看看 我爸竟然语重心上说 好吧 说不定是人生最后一次回老家 我突然想说 我爸年纪也大了 也没有办法长途飞行 说不定真的是最后一次回老家 我以前 总是觉得 家乡什么都没有 我开始寻回世界演唱会的时候 我有大半点都没有回过家 甚至是医院的人跟我讲说 你爸来看病了 我说 怎么了 因为我打电话回来 我爸说 没事 没事 你就忙一点 忙 没事 我们很好的 其实有些时候你反而 你看 为了让你放心 你就不知道他们的状况 然后我尽量就有空回来 因为以前 为什么不喜欢回来 就是回家的路蛮漫长的 然后我就不想回来 然后请他们上来看我 后来有 就慢慢就是 我爸就说 哎呀 我 他不上去了 你看 走路已经越来越慢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 哎 我该回来 我觉得老天爷已经对我很好了 我爸妈现在虽然都年纪大 但状况还OK 他在我最黄金的时段 也让我放心地去冲击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